新疆是关心的是 担对台北市发行对国小努动被撒海的命案 对了若然订阅这段 也应发到航空地安计划的讨论 这一段 郑陆辉要求加一市各级法校 检查航空地安如何为好 也要求面对航空有力竞争的出现 必须应对SOP机制来营营 郑陆辉担对台北市业品航空三努动案 应发航空地安的优务 对于校长、老师以及原港 根本没实在对航空地均借安全营业 校长、老师他们有什么经验 面临外来侵犯者他们能够怎么样的防卫 所以你们根本就是不重视吗 老汇担是一天一起专属通过航空地均借安全人员 对于意外事故有价格很多 但是现在面对的是航空地均借的上海 因为现在真的很多反社会人格 跟情绪欠佳的家长 有一个校长现在人心惶惶 我们一个小孩 孩子好好的送到学校 以为学校是最安全的地方 既然让一个神经病跑到学校去 一个好好的生命就这样不见了 这个还好不是在家里 老汇正为加重和海洞的航空安全环乐 同意是一句话 老汇要求江汽西共急学校 应该继续监土为航空地安 当时对外来侵犯航空 安全迁作反罪意图 跟他市长图形提表时 这种原则不能保证 以防到真心买的掛骚案发生 但是对航空自己快速欢迎有帮助 现在都回来了 所以我今天举这几个例子 我是希望嘉义士可以痛定失痛 市长在发生的第一时间 他的脸书也有po上 他未来他要做些什么 可是这些东西 其实在我们校园安全里面 都已经包括了 我们现在欠缺的是 入侵者校园免费这一块 还有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考 如果让我们的校园更安全 我们的人地配置是不是不够 我们诸位请是不是要进去 可以控制到自己能够快速一点点的反应 减少这种恐慌跟这个发生的灾难的大小 所以这个我们也会来做 我们下午会跟校长大家来 把这个时间敲好 所以市长的意思是整个 我们的警政体系教育处 我们都全面会动起来 对 那我希望 像刚才市长所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 王六位爱情侦获光经济行 入侵侯航者演示 和侯航台可以有SOP机制 动下应付 也放欢迎美人 这一新闻 聪明东刚给期 猜矿播等